在吴淑珍遭到拒收之后 他目前搭乘高铁即将要回到他高雄的豪宅 而接下来要如何服刑 如何兼顾人权以及司法正义 在稍后新闻当中 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报道 基于是我们的独家消息 这位台北县长周习伟 虽然已经卸任了 他居住的新北市板桥区的正龙立池社区 最近爆出了官委会 跟建商争一块绿地的产权纠纷 双方告上了法院 其中也是住户之一的律师林献彤表示 他说建商合约书上说是无偿提供 不过这个九米的绿地 其实是买卖的标的物 他认为建商涉嫌诈欺 要求要还给住户 就我们的建筑基地 是从这边一直顺着他们大楼边 这都是我们的建筑基地 只在前面这块广场空地 就在新北市板桥知名的正龙立池社区 律师林献彤奉奋不平说 当初买下了其中一户 清运之后才发现被欺瞒 他把这一块地 他自时就把他归到大楼外面来 通常都是包在里面 对不对 结果他目的是要保留通道 一若十年我不收回 十年后叫做继承向道 就会变成大家都可以使用 林献彤说 合约书上建商称 九米绿地无偿提供给住户使用 但仔细看 这九米绿地大约760平 其实是在买卖标的物理 必须登记给住户 八十多名住户委托林献统 怒告厂商 有对家 他应该要把这个产权登记给我们 他不登记给我们 造成纠纷 所以这是一个 对消费大众的诈欺诉讼 应该是要赔钱 地址应该是 应该赔钱就对了 被指控的建商则以新闻稿声明 表示从销售开始 这块地是公司所有 不在买卖契约范围 但决定将土地所有权 以建筑物比例 转移登记给各区所有人 十分共有 细节还与当地住户协调当中 中文字幕台北 最后报道 谢谢大家